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61集 你敢动我好兄弟 元妖子三人原本也没打算能遇到这么多人 他们三人被留在这里坚守出口 差距到远处有惊人的波动 这才到来 此刻猛的就看到了白小纯 更是看到了白小纯身边所有的圣皇朝天尊 如果换了广木在这里 或许还能强行上去阻拦 可元妖子修为不够 此刻直接就一个机灵 倒吸口气 石灵上人也是睁大了眼 呼吸木然急促起来 有心不去阻拦 可他心知肚明 白小纯出现了 其他几位又这么焦急 一旦让他们通过 而且自己这里毫发无损 怕是不但同道会埋怨自己 甚至邪皇也都会怒意无限 事关邪皇陛下赌约 绝不能让他们过去 石灵上人实在无奈 只能咬牙低吼中 先把话说死 将邪皇抬出后 元妖子心底咒骂 可也知道再无退路 此刻立即传音广木等人 眼睛也随之血丝弥漫 修为爆发 公孙婉儿也是叹了口气 他本不想与白小纯争夺 可如今立场不同 也只能修为三开 与石灵上人一起 三人没有停顿 只奔古天君等人阻拦而来 让开 古天君咆哮了一声 掐绝戒 顿时七把飞剑凭空而出 胡小姐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把惊天大剑 只奔三人而去 司马云华 灵九天尊 陈苏等人 也都一个个知道时间紧迫 纷纷地展开杀手节 刹那接 双方就直接轰击在了一起 哄哄之声 响彻天地 风云道卷中 士灵上人喷出鲜血 身体倒退 伤势之中 只见他七桥流血 身体都摇摇欲坠起来 仿佛气弱油丝一般 任何人去看 都能看出他的确是用心了 的确是无力回天 独木难以称天 至于元妖子 他的伤势泛道不重 实在是绝大多数的神通 都被士灵上人 抢着一样的拦住 可到了这个时候 若元妖子还不明白 士灵上人的想法 他就白火了 老狐狸 元妖子立刻就明白 这是士灵上人 想要依靠重伤 来免去歇荒的责法 实际上这个念头也是元妖子的想法 只不过他修为不如士灵上人被对方给抢先了 此刻倒退中 元妖子也是喷出鲜血 但他对比士灵上人后 心头叫苦 此刻惨叫中 右手抬起 竟主动的向着自己的胸口狠狠的一拍 轰的一声 元妖子胸口凹些 鲜血狂喷 整个人倒退回去 这一幕被士灵上人看到 也都浮起了 都是老狐狸啊 士灵上人哼了一声 赶紧摆出重伤的样子 至于公孙婉儿一样的鲜血喷出 可还没等他去受太重的伤 白小春那里眼睛一瞪 此刻也大吼一声 公孙婉儿 拿命来 白小春低吼一下 改变方向 直奔公孙婉儿 古天君等人眼看如此 没有停顿 继续的呼啸前行 公孙婉儿一愣 白小春已经靠近 袖子一甩 顿时 一片黑雾翻滚而出 他更是将一块主宰血肉 用极快的速度 趁人不注意 用黑雾遮盖 扔向了公孙婉儿 公孙婉儿眼睛睁大 一把接住后 他气息一致 毫不迟疑的赶紧收紧时 白小春惨叫一声 从黑雾内倒退出来 公孙婉儿 我和你没完 说着他赶紧投也不回的追向了古天君等人 白小春的动作 是灵上人与元妖子 引心思都在自己的伤势上 所以没有去过多注意 可古天君等人哪怕有黑雾遮盖 但白小春的古怪举动 他们还是看出了断倪 此刻白小春全力追上来后 立刻就注意到司马云华与灵九 那大有深意的目光 若是换了其他人 此刻难免有些尴尬 可白小春眨了眨眼后 干咳了一声 我看上他了 给了他一块猪仔肉 白小春 直接了当的这么一开口 古天君等人都愣了 急急的看向白小春后 一个个神色透着怪异 你 厉害 灵九 直接就笑了起来 也不知为何 白小春这么一开口 他反倒觉得 白小春这个人 似乎很有趣 曾经的观感因处于对立 所以并不准确 就连陈苏也都笑着摇头 心底多少也都与灵九一样 哪怕古天君与司马云华 也稍微改观了很多 这鬼母天尊 可是一直没有道理啊 白天尊 祝你成功 司马云华咳嗽了一声 摸了摸自己的厨戴 感受着里面的主宰肉 一样的笑了 那你就说错了 白小春一脸傲然 此刻急迟时 还不忘甩一下小笑 泡妞这种事情我擅长 不是祝我成功 是祝他成功才对 我这么优秀 这么有吸引力 我有时候 我自己都喜欢我自己 白小春话语一出 古天君等人立刻转头 纷纷沉默 结束了话题 实在是白小春的这句话 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 你们不信 等出去的 我给你们看看我以前在通天大陆时 收到的那些情书 太多了 足足十万多封啊 白小春眼看众人不语 兴致却提了起来 一路上不断的说着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 听的就连古天君也都哭笑不得 心底对白小春的反感不知不觉的 居然少了一些 在白小春吹嘘台小节 很快的蜘蛛网的出口已经就在远处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有怒吼传来 广木天尊等人也都拼了一切追击到了这里 虽还有一段距离 可古天君等人相当谨慎 此刻纷纷取出一些丹药 甚至零九还给了白小春一例 这是急速丹 吃下后 三席内可爆发出数倍最强速度 代价虽有 可如今已经无所谓了 零九快速开口 直接一口吞下丹药 其他几个天尊也是如此 白小春目光一闪 凭着他对丹药的了解 立刻判断出此丹无毒 于是也一口吞下 不过他的举动落在零九眼中却不一样 零九不知道白小春对丹药的理解 已经到了只需拿在手中就可判断的程度 此刻在他的感受里 白小春这是对自己的信任 这种天尊之间的信任 让零九内心也都出现了些许波动 他没多说 只是向着白小春点了点头 随着要效的散开 他的速度猛然爆发 白小春也立刻感受到了丹药融化后 其内蕴含的霸道之力 全身好似要爆炸一般 火热无比的瞬间 他的速度也刹那的超越极限 五人化作长虹 比方才还要快了数倍的速度 轰鸣呼啸中 只本出口 甚至 在那出口处 此刻圣皇与邪皇 也都目光炯炯的看了过来 圣皇的目中带着惊喜 邪皇的面色却无比阴沉 注意到邪皇的面色 广木等人已经红了眼 尤其是广木 他实在不甘心 居然取出了一枚黑色的玉解 猛的捏碎 随着玉解的捏碎 他的道种都受到了刺激 这是凭着回去自己一部分道种为代价 换来了比急速丹更强烈的速度 模糊扭曲中 他整个人就好似走在了时空中 在白小春等人到了出口 就要冲出去的瞬间 广木天尊已经追到了众人的身后 咆哮中 他的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走在最后的司马云华一把抓去 他不是不想抓白小春 实在是白小春在司马云华前面 而且广木天尊知道 自己若是同时对付五个人 则面对的必然是五人联手回击 可现在他只针对一个人 其他四人瞬间就可冲出 按照他的理解与判断 回来救援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只是偏偏白小春这里完全不按照广木的想法来 别人认为主宰肉最重要 可白小春已经拿到了好处 他此刻想的是有没有机会卖个人情出去 眼看司马云华被广木神通大手笼罩 此刻的司马云华灭色斗变 暗暗叫苦已经绝望 似心知肚明结果已定 更是明白 这一次不但失去了奖励 更是在被这么阻拦后 怕是丢人都丢到了邪皇朝去了 广木 你 司马云华怒急猛的大吼 可他的吼声几乎刚刚喘出 他的身边 一个比他自己的声音还要激烈咆哮的句号 如同风暴 讨天而出 广木 你敢动我的好兄弟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